我现在在湖南长沙 这个视频带大家逛一下这边的步行街 我身后这个是长沙最繁华最热闹的步行街 门口有一个黄兴的铜像 黄兴是长沙人 他是跟随孙中山 就是辛亥革命起义的很重要一个人物 这个地方绝对是长沙最繁华最热闹的市中心 我转一圈带大家看一下他周围 看看这个人流量就知道了 这个楼是长沙现在的最高楼 IFS国金中心 看人家这名字起的就感觉很有钱 起了个金 这边前面是五一广场 也是一个市中心广场 这边是王府井大楼 这条街是酒吧一条街 晚上超级的热闹 然后现在我从这里走进去 去这个步行街里面转一下 这两边这么大的广告牌 很热闹 步行街入口就是长沙最火的奶茶店 茶颜悦色 这边卖板栗的店也挺火 好多人排队 叫清纯板栗 好清纯 长沙这边很多店都排队很多人的 长沙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排队了吧 哇 看这里面好热闹啊 人潮汹涌啊 今天还是有点冷了 看大家穿的衣服都挺多的 降温了吗 最近 长沙这边是越晚上越热闹 他们都晚上好像不睡觉的 晚上就来精神了 长沙特色 臭豆腐 臭名远洋啊 然后还有这个牌子也挺有名的 一个是黑色经典 还有个这个什么董顺陶 那天我吃了还没有拍视频呢 改天我再重新拍个视频 然后这边有很多摆摊的呀 宽容度挺高呢 摆摊的还不少呢 随便转一转啊 哇 这个巷子里人更多 全是卖各种小吃的 这家板栗店 真的我每次路过的时候 门口都是排的这么多人 我中午在他家另一个店买了板栗了 还挺好吃的 这得排半个小时吧 看这个队伍 哇塞 这是什么狗啊 这么大一只 哇塞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全是招牌呢 有点那个香港的感觉啊 港片里电影里那种感觉 哇塞 这边直接就把地铁修到这步行街上面了 这来步行街更方便了 这一号线 黄新站 看看这个臭豆腐多少钱啊 长沙臭豆腐 十块钱五片 二十块钱十片 这边就开始畅上了 这是架子鼓啊 就拿几个数量桶就开始敲上了 太有 这也是人才啊 这小哥挺牛啊 白天还要去工地产干活了吧 晚上出来兼职 敲一下架子鼓啊 很有才 白天是生活 晚上才是梦想 这边又看到一个直播的 边直播边唱歌 唱得还挺好听啊 然后这个地方 他放了两个二维码 就让人打赏的 现在还可以这样的 都往上打赏的 都现在没有这个现场 扔钱的那种了 看一下他那个二维码 这里 可以挣两份钱啊 一个是抖音直播 有人刷礼物打赏 还有一个现场也有人打赏 太棒了 现场唱歌的人好多呀 又看到一个 也是边唱边直播 喝一个奶茶吧 这个奶茶特别的火 这两杯奶茶泡沫好丰富呀 都拱起来了 再看一下他们家的价格 在13到18之间 奶茶的品种还是挺丰富的 这是我的吗 茶烟月色的奶茶 我要的是真真紫苑 这上面泡沫挺丰富的 尝一下啊 好香啊 这么寒冷的天气里 喝一杯热奶茶 太幸福了 泡沫很丰富 绿茶味挺浓的 这一杯16块钱 还不错啊 我还买了板栗呢 搭配这个网红板栗 更好吃 奶茶配板栗啊 哎呀 板栗也是热腾腾的 长沙的这个小吃美食 真是太多了 嗯 味道真棒 大家看完帮我点个赞吧 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